哈囉大家好我是RT 因為禮番兩個月份累積起來會有諸多問題 所以索性就改成每個月推薦 不過會比會員版的還晚看到就是了 想搶先看的歡迎加入會員 而這次的四月禮番本來有一部萬年老作 同級生的重製版動畫要出 不過最後還是延到了七月區 到時候再來為各位老司機好好的驗驗貨 如果覺得這類影片還不錯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唷 當然也可以加入會員 每個月贊助RT多喝兩杯尿 不不鬧 先加入會員太麻煩的話 也可以直接點擊超級感謝豆內給我唷 那麼讓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正題 首先第一站就是現今僅存 可以跟兔子走路比肩的 安特基怒子製作的教師吹眠一二話 同時也是本月的最大站 裡面大廳可說是 早已被各種蝌蚪授擊的事水泄不通 而這部的故事是這樣的 有那麼一本鬥牛完全指導手冊 只要擁有這本書 就可以用指導的名義 在任何地方對任何人進行 終極的籃球教學 不過他還加上了死亡筆記本的限制 也就是要寫在本本上給對方看 才可以執行本本上的鬥牛奧義訓練菜單 根本就是籃球界的聖經 鬥牛筆記本視野 不愧是我們到處都能鬥牛的李世界 競爭之激烈不隨時隨地接受別人的鬥牛指導 都不敢說你是李世界的人呢 從此我大日本帝國的籃球體壇絕對可以打發那些西洋竹竿們 就這樣第一位接受咱們體育老師指導的就是周圍 隨身攜帶兩顆籃球的藤工同學 一看就知道他是這個世界上最熱愛籃球的學員 於是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之下 不只明日的籃球之心呢 連人都可以物理上的製作出來 不愧是神們都會發生的李日本 而第二位有幸成為NBA扛把子的就是這位身著和服的殺神 橘迷生 整天穿著和服的他在鬥牛筆記本的指導下 穿著和服這樣難以行動的服裝 都可以屌虐180公分以上的標形大漢 這是當今無人能擋的MVP 最重要的是這位還有未婚夫老師的存在 大火最喜歡的NTR屬性來迎聖靈 這兩集都有刻意帶路的NTR屬性 無法接受的人還請趕緊跳車 而咱們的日本和服裡面不能穿內衣褲 那都是基本常識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就不用我多說了 我只是說咱們迷生比前一位要強上百倍 堪稱本月最強的MVP沒有之一 不過咱們安貴基路子也被粉紅鳳梨給帶壞了 鬥牛場面基本上是沒什麼話說 不過其他畫面就真的是都用腳在畫了 很多畫面真的是省經費省到不忍之勢 不過那個球與球碰撞的波紋疾走 效果實在是相當的好呢 接下來的是美麗劍製作的 姐姐帶你到處鬥牛第二話 真的是全世界男人都想擁有一個的姐姐 這一集不外乎就是姐弟倆已經籃球修煉成精 這次乾脆就到專業的籃球場去 練習真槍實彈的實戰演練 那裡不但有寬廣的場地優美的燈光 還有練習完流了一身臭汗可以馬上去泡澡的超大浴缸 真的是最適合吃飯修煉睡覺的精神時光物 不過美麗劍的作畫相當普通 但也算目前前段班的公司了 就是這集根本沒有什麼劇情可言而已 再來又是產造QB動畫化的オタク 看到QB趕快手刀去看漫畫就對了 這部的故事是在說 伊嘎仔オタク杯群部娘少女 用世上最神秘最無人能忍受的禪忍奧義 黑洞全化給揍了個鼻青連重 甚至還將他最硬朗的地方打到哭出來 真的是 オタク 說不知其中一位黑娜妹卻實水智慧 自從那一場頂上對決之後 想不到被オタク將軍的竟是他自己 一直忘不了オタク那天帶來鄙視的那把玄鐵重劍 堪稱楊過再次現代的神雕大俠 讓咱們的舞痴黑肉妹是整天纏著在 是楊過要用他的黑洞拳法 好好的再次討教楊過的玄鐵重劍 然而用睫毛響也知道 區區拳法怎麼可能鬥得過神雕大俠 那堅硬無比的玄鐵重劍呢 最後兩人是又大戰了數百回合成了當今人人呈現的神雕俠旅 那是妞露製作的爸爸活又來啦 上一集說到女主被無緣的爸爸抓到他在做爸爸活的工作 無緣的爸爸看他這麼辛苦變非常好心的蓬蓬場 畢竟是自己人嘛 總是要特別照顧的 從此之後兩位整天吵架的繼婦女 感情突然變得特別特別的要好 我也是完全不知道究竟為什麼 最後就連剛回到家的姐姐也早就跟無緣的爸爸討嫁過了 基本上就是新一代的鬼父 劇情還算有點一失 作話也勉強夠用 沒東西看可以來看個趣味趣味 再來是傳說中的量產型夢工坊 Polo製作的宮口里曼 上一集舒子良合作教訓的帶壞女主的壞同學 這集壞同學被他原本的壞同學們給封鎖了 女主角只好動自己請小子以籃球的跟叔叔一起打從心底 頂到廢了收服這位壞同學 是的舒子良又在學校用滿滿的愛的教育 感化了咱們的壞同學 殊不知這位壞同學最後還是死心不改 偷偷地拍下舒子良修煉玉女心經的過程 又打算狠狠地敲他們一筆後 你就只能等下一集了 不過我大概能猜到這位壞同學 又要被送到教育營瘋狂的教育了吧 做法方面就是量產型的等級 劇情還算有那麼點趣味 無聊的可以看看 倒是修田製作的暗屏村下卷 咱們的燕酒原大叔為了研究不怕死的來到魅魔群居的女兒春來 各想而知的這下肯定是爽歪 咳咳 我是說壯士一去不復返 正當我這麼想的時候 我發現我錯了 咱們的燕酒原大哥早就知道誰才是幕後黑手 全村都遭到真正的魅魔所控制 真的是全員工具中來著 只有這一隻才是咱們的本體 還會使出非常無情的尾巴攻擊敵人的倚天劍 實在是太無情了 像這樣無情的攻擊就像拿妙蛙種子套住一樣 我實在是沒辦法 最後燕酒原大哥以一禮三 就像悟空巨島普屋時碰上的那隻瓷器怪一樣 燕酒原用了傳說中的經文 讓自己的精氣呈現無限的狀態 最後灌爆了大瓷一驚怪 灌到了他了無生意 最後還好好的教育了他一頓 就這麼感化魅魔將他帶回家一樣 同時兩人過著互取所需的幸福生活 戰鬥場面不怎麼樣故事劇情勉強可以 不知他要看什麼的話可以開來笑笑 最後就是Polo他同事妄想專科製作的 Cosplay女大生 上一集女大生碰上了怪怪的Cosplay男后 就這麼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 這次咱們的女大生又獨自一人走在路上 自言自語 真的是最邊緣的那種 可憐的大一心聲又沒朋友 難怪會被奇怪的男生給騙了 而且講著講著又提到了潛唐使 對潛唐使的有來有興趣的 可以去看看12月到1月的李番燕火 裡面有詳盡的解說 而這個女大生只要一解除Cosplay的狀態 就會完全喪失當時的記憶 因此她當時做過了什麼樣慘絕人寰的修煉 都不會記得 如此好用的鬥牛修煉器真的是居家必備 於是這女大生又再度的來到那間Cosplay服裝店 又色話不說就拿著衣服進去Cosplay 還來了段變身動畫 這作品大概把錢都花在了變身上面 真的是用心做變身 用腳做戰鬥 那個戰鬥場面真的是相當無趣 不過這次兩人總算是演了一小段劇情 不像上次見面3秒就戰鬥 身為鬥牛Cosplay的愛好者 應該會有點共鳴才是 但是這次兩人攻守的身分完全對調了過來 在Cosplay的幻想空間裡 真的是什麼事都會發生 對剛剛好無法的人斜插 坐在你旁邊還請置信了斷 因為他們甚至還玩起了戰鬥陀螺 真的是笑掉我的大牙 至少比上一集搞笑了許多 這作品的劇情真的是想像力無限的放飛自我 而且他還要出第四話來著 突然有那麼一點期待他下次要玩什麼花樣的呢 那麼今天的宴火就到這邊 歡迎各位會員大大加入DC群一起開車 有各位才有我老司機的今天 我是RT 司機當得好 要飯要到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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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